此国直接放弃了美国200亿的援助,还说,为了中国,绝不后悔。 当一个国家拒绝外援,拒绝大量资金的诱惑,选择跟另一个国家站在一边,它并不是付得不需要钱了,而是有真感情。 巴基斯坦就是这样一个国家。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,巴基斯坦并不是独立的国家,最先被图绝换的蒙古人统治,也就是穆尔王朝时期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印度,此时都是一个地理概念,混混顿顿在蒙古人的铁外统治之下,那里没有民族意识,没有独立和民主,是一片荒漠,意识形态无比贫瘠。 不过莫尔王朝很会开发自己的经济价值,虽然是封建化极权统治,但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,国王让聪明的善于理财的波斯人替他管钱,波斯人成了贵族们的御用金融经纪人,当时还有月付款和分期付款,也就是说商业十分发达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莫尔王朝时期的大都市比现在巴黎还要繁华。 印度至今也是贫富分化很严重的地区,穷也得穷,富得简直是富可敌国,大约从莫尔帝国时期就那样了。 英国的入侵让印度倒退三百多年,它是徘徊在印度十几个国家上空的恶魔。 英国入侵印度胜利得来得太过迅速,而且他们扶持土著代替他们进行统治,英国可以轻松当太上皇。 英国以为扶持傀儡政权可减少反抗力量,没想到印度一直没停止反抗,这点让英国很头疼。 英国统治印度的军队有28万,其中20万都是印度士兵,英国努力驯化他们,让他们有大英帝国主义万岁的觉悟,然而英国绝对没想到,一层裹住油脂的子弹,引发了英军的自焚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原因是印度人信教,而英国为了保护西买的枪械,给子弹表层涂了一层动物油脂,激怒了在英军中的印度士兵,他们认为侮辱了他们的信仰。 起义者不仅杀死了大部分英军,而且杀死了殖民官吏,还焚烧了东印度办事处。 这让剩余的英军十分恐慌,他们不得不把脸涂黑,穿上印度人的衣服逃生。 自此,英国在印度北部的殖民势力全部瓦解,莫威尔帝国有复兴的可能。 后来英国不敢用印度士兵了,加大了英军比重,还雇佣了一些阔尔喀人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英军开始正式跟印度对决的时候,发现印度使用的武器虽然很陈旧,但印度的反抗精神却强悍,他们不断动员更多青年加入战争,英国一时无力应对。 英国将军曾吹牛,就凭印度,挨不过八天。结果打了整整一年,后来英国直接放弃了。 英国滚蛋出印度后,将印度搞分裂了,印度和巴基斯坦就正式成立,而巴基斯坦就是当年反抗英国最激烈的区域。 也就是说巴基斯坦是个有血性的民族,不是耸淡,是非常勇敢的。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这里多说一句,巴基斯坦比印度更能代表印度和文明,恒河文明也是建立在印度和文明施骨之上的,所以巴基斯坦才是真正的古印度文明。 这就解释了中巴友谊为何这么深厚的原因。 我们纵观巴基斯坦的历史,就知道为何巴基斯坦会果断拒绝美国36亿美元的援助,折合成当时的人民币将近200个亿,巴基斯坦拒绝了。 为什么呢?他说要跟中国站在一边,为此还将美国国旗也烧了。 一切反对中国的,都是巴基斯坦反对的,这就是巴基斯坦的立场。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巴基斯坦后来经济陷入困境,问他们后悔吗?巴基斯坦说,为了中国,绝不后悔。 中国要投资给巴基斯坦140亿完成一个项目,巴基斯坦拒绝了,巴基斯坦说,不愿意用中国的钱,想靠自己的能力。 看来巴基斯坦对中国是珍爱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在中国援助过的邻国中,没有谁像巴基斯坦这么有骨气。